民国102年12月30号 当年农委会积极推动吉普园认真标章 强调种植农做过程当中使用丁农药量 保证不残留 而桃园巴德市蔬菜产销班定六班 在当时荣获101年全国十大基优吉普园产销班 以及102年度全国十大基优产销班的殊荣 连续两年都获得肯定十分厉害 去年是得到吉原普十大基优产销班 今年是得到十大经典产销班 它会在安全用药合理化施肥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针 我们自己的产销班 不管是在行政院农委会农药的残留检验上面 甚至自己自主送宴的上面 大部分都是达到无残留的标准 边的经营方式 其实我们班员总共有13个 不管是在传统市场 超市贩售 网路直购 都有自己的通路 第一个我们的产品多元化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安全栽种上面 跟合理化施肥的成效落实的非常的好 那第三个的部分 我们在创新第二代接班当中 有一些像二级产业辅导一级产业 希望能创造出农产品更不一样的特色 当年八德式蔬菜产销班第六班 在班长邱清关的带领之下 以提升农作物栽培技术为基础 导入企业化经营的理念 研发自己的品牌 让蔬菜产销班成功打入国菜市场通路 有了亮眼的成绩 记者综合报道